前文再也續就書接上一回 昨天講到乾隆就見到自己幾個心愛的大臣來這裡一起進餐 那幫大臣就見到乾隆低頭就猛在這批奏節 叫他們自己先吃著 那幫大臣就沒有這樣動 過了一陣子 聽到乾隆傻傻作響的指聲突然停了 乾隆就寫完遇批 就在仔細地覆審著 這陣子和生起座離職掘在乾隆面前說 內裁昨天從宮中回到軍機處處理公民一夜未免 今早一覺天亮 所以有今天的早朝被奴才擔角得利請罪 其他大臣就切切私語 有些細聲就說 和大人真是一心一意 為星上排難 和生一聽 另一轉頭就說 你們又不和我共事一處 不能妄行豐功為上 乾隆就說了 朕不知你忠心謹謹 黃外兄 還記得我們在黃龍亭作的那隊隊聯嗎 萬歲爺的天下第一名聯 奴才已經抄背得滾瓜難熟 哪敢忘記 各位大臣 如果不相信 萬歲爺始於我的工整聯帳 奴才已經叫人裝表完畢 就掛在奴才的客廳中 早晚默記三遍 記得萬歲爺出的上聯 是四方台上望四方 四方四方四四方 咳咳 講到這裏 和生故意咳咳咳 疾著不說話 對幾位大臣語氣和緩來說 你們幾位也是飽讀詩書 滿腹驚鱗 又擅長工隊 請問各位 誰能想出萬歲爺的下聯來 讓我們一飽二福呢 和生這樣說 其實就想討好乾隆 誰知乾隆聽到和生在那裡 暗暗沉沉沉 有些不多內藩 而見到那幾位大臣 摔下一個頭 正在吃點心 而知道他們一時半刻 都想不出下聯 乾隆於是不溫不良笑著說 呵呵呵 和生 不要再賣關子了 今天不備往上 浸召你們幾位 不是請你們來就這樣吃飯的 還是有要事相宜 和生和幾位大臣 即時停止進食 乾隆等了一等 神色有些凝重起來 一時間 整個大廳非常之安靜 連守候在外面那些工女的呼吸聲 和生都聽得清清楚楚 正在入宮前那些擔心 現在又是沒有我出來 他心想 難道乾隆知道我把工人帶回家 要不是昨晚弄情和我睡在一起的風流事 被乾隆知道了 他正在估計 乾隆的眼尾稍受眾位大臣 然後站起來 在西佩殿中就讀起方暴了 在沉思著 有隻自言自語 有似在訓斥什麼人 這樣說 盛祖在位時 台灣也曾出過亂子 那個鴨皇帝朱一貴 做過的聲勢更少嗎 但是 南賢真一馬殺到 立即當拼賊眾 怎似今天呢 兩個提督赴台找匪 竟無一人傳來接報 朕三寧身 對這樣的烏合之眾 不能立即撲滅 我大清國的威嚴 豈不掃地 目前的局勢太混亂了 對於一虎四院設置的台灣來說 賊眾已明顯佔優 台灣城讓一個臨爽魂圍困了三日三夜 借還了得 真是不知道 任成殷皇時間 是去剿匪還是觀光旅遊 兩提督為時千言 自賊匪日久未能不滅 他們二人都有逃脫不了的干係 彼此相互觀望 把自己兵馬都處於首勢 皆以兵但難以遠步為遲 比喻張化早已恢復 任成因駐兵陸仔港 奉山收復時 黃化簡駐守郡城 以至賊匪各路消聚 成為沉食不甘味沉不安睡 一大心病 他們 講到這裏 乾隆咳了兩口 將手習慣向前一伸 和新的心鳴手快 即刻遲了一杯 熱好羊奶過去 乾隆接羊奶嚇了一口 和新說 和愛慶 浸欲親征台灣 你看如何 乾隆此話一出 嚇到和新臉好像香灰一樣 馬上跪下又說 萬歲夜 此事萬不可出此下策 以奴才之見 台灣的戰士不佳 有其深刻原因 儘管盛智在乎 名刑鮑 人證在乎 輕饒薄富 但台灣百姓 無能從中看察聖恩聖德 這個主要責任 就在台灣的各級官員 未能很好實施萬歲夜的政策 奴才想 除繼續用兵愛 還可頒布告示 將賊匪協逼過去的民眾 分離開離 從內部攻破 奴才想 這樣外有大兵壓境 內有離心走勢 賊匪不日而敗 那個和新慷慷而言 贏得乾隆頻頻點頭 靜靜聽完和新的陳述 那個陣才暗暗沉沉就說 說他是朕真是老 連他小小的臨所聞 都彈壓不下去 和新深深地呼一口氣 各位大臣都以為他還是有話要說 怎料趁著乾隆轉身的時候 和新就暗出了流傳送給他的物質 貴行到乾隆面前就遞到乾隆手裡說 這個是敏捷總督常清的奏捷 奴才以為常清比較了解台灣的情勢 不如要他渡海作戰 奴將出馬一個頂兩 將任皇兩提督的兵馬 統交常清一個指揮 和新講到這裡 望望乾隆 見到他沉魚不魚 萬歲爺 常清雖然未打過什麼惡仗 但能做到總督一職 觸見他有個人之處 先前常清上程奏章 萬歲爺還說他低估台灣賊眾 如今看來 只是林爽文的確不同朱一貴 萬歲爺你想 朱一貴的出身當然是賣鴨的 剛一起時就瘋狂稱帝 逐一些逐不可諒的女人做了妃笨 凶無詭計 但是林爽文畢竟做過遠城的步塊 近幾年結會佔地 價值又大 頗會收買人心 所拜的幾個靶兄弟都做了賊匪的小頭目 氣焰囂張得狠 乾隆一邊聽著 一邊在地下來回地度步 老實說 和新的這些說話 和他今天的心情並不是十分之傷頭 顯得有點空冷 並且有意無意地 將台灣戰士的不利局面 和自己的兄弟似乎有些關係 不禁有些屈屈寡寬 對和新膽緊當著大臣的面 暴風捉影 確實有點怒火 他用木的 呆站著看著西殿外的空間 漸漸就恢復了平靜 這陣乾隆的眼睛好像貓一樣 放著綠幽幽的光 好像要穿透明黃的沙漫 深水早已飄到分飛戰火的台灣 旁邊的致命中 噹噹噹噹 不斷敲了十二下 將屋內的沉寂打破 和新等人見到乾隆還是一語不發 進也不是 退也不是 乾隆清楚記得自己早些時日 如是軍機大城的說話 豈有水陸兩提督 他怨涉重陽 扮一匪淚 致內地於不顧之理 此等奸民 鬥重之時 不過是烏合之重 這樣的說話 想不到短短幾個月功夫 局面就如此不可收拾 本來以為在往時間 任成恩領兵赴台之後 對短時間平定臨爽民的起義 應該就很有信心 乾隆就想了 二月初 他曾頒布預知就說 此等賊匪 原不過一時烏合 現在黃化簡 任成恩督兵匯合手招 致無難立時撲滅 但是截廉幾日 自己一點都收不到什麼截報 這個裡面肯定有問題 反覆拆問南方戰士 得到的都是正在順利推進 賊匪望風而逃的邀功行 只有接到柴大紀的奏節 才告知到事情的真相 和身現在很驚恐地看著這個鐵柱一樣的至尊 一時都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這一陣 被女農情拿著香茶款款走進來 一下子吸引了和身的目光 農情親手向乾隆倒了茶水 然後收起托盤就要退出去 眼含心意地瞟了和身的眼 嘩 和身的心都滴到喉嚨頂那裏 面色微紅 真是想衝過去抱著他嘴幾淡 但外於今天不和往上 只能把握眼覆 所以一地圓圓圓的大眼 始終放在農情的身上 嘩 怎知和身的一舉一動 當然是躲不過已經轉過身來的乾隆的眼光 乾隆皇帝一渴 和外兄 你越來越蠢 乾隆本來想發得通無名火 但是還是禁了下去 講完 他閉著眼簾說 朕剛剛批閱了台灣總兵柴大紀的奏節 朕才明白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和身猜不透柴大紀的內容寫些什麼 聽乾隆的口氣是由衝地讚揚他 不無疑惑地問 常青已經未遇籌謀 先後派出水陸兩提督 還有總兵副將等人 這樣緩台的兵力已達一萬名 清軍無論在數量上 還是武器裝備上都優於拆匪 為什麼經常見不到折捕傳來呢 乾隆跟著抬手 把案上的奏節遞給和身說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我清朝大軍之所以處在劣勢 扭轉不到如此被動的局面 慣乾就是兩名提督太過耐弱 王時間雖然在帳門之後 歷任渠州總兵、湖港總督、廣東提督等職 但他本人並沒有打過什麼大仗 所呈上來的奏章幾乎偏偏都是把自己年老放在面前 難道因為年老多病就常駐虎城 於是更是萎縮不前嗎 再說 任成恩雖是勇將總兵任舉之首 卻素不知兵 一點都沒有他父親的影子 沒有繼承父子黑虎習武 不過是一個誇指弟 由此看來 似乎時間越長 人人都貪圖享受 不思盡取 你們幾位軍機大臣都在 以後任免官吏 不單要看他是否為帳門之後 更應該看中他個人的才幹 幾位大臣聆聽乾隆一番話 個個公身答道 萬歲爺講得極事 神等謹記勝愚 那邊和身看了柴大吉的奏節 感到個背脊骨震震發涼 原來柴大吉的奏節竟然長達萬魚子 分別寫了林爽文做事的起因 是因為台灣利智敗壞 應廢詞的現象 特別用了大量的段落 告了黃任兩提督的狀 上面寫著 黃任抵台一月有餘 全不陰事理輕重援急 彼此都是提督 不相統攝 各自都想保存自己實力 竟由互相觀望的意思相互退堂 對剿匪事宜毫不得力 不僅對戰士不甚明了 而且聯合軍響派了大批士兵 私遣內地做買賣 因為這些士兵都是來自福建 就是留在台灣的兵桌 也允許在營外住宿 只需每月交些銀兩罷了 由於兵士開賭倭槍 販賣師兵 常年不操練 所以不僅兵士技藝生疏 怕戰毀敵 而且在兵營的士卒 實際人數又惶惶不足 加之黃化簡 任成恩義仁 竟是有意保命備戰 一再延誤戰機 乾隆等我和身看得差不多 就說 黃外興 朕已遇事 黃任義仁靠不住 通通是走囊犯袋 探生怕死之輩 其救甚重 必須拿問 朕已命常清促調他義仁退會下門 將他義仁摘去花靈 乾隆一邊說 一邊憤憤不止 他感到心力交遂 一到襲來的難以命葬的情緒 事常發生在自己的冥想當中 他似乎感到朝中的大臣 都因為長時間和平而懈怠了 甚至連一向勇猛威武的阿貴大學士 都變得畏懼起來 從早到中午 阿貴始終坐在自己最近的地方 但是一言未發 一班老臣都變得持重起來 平時目立不言 似乎都對自己有疏遠的跡象 想到這裏 乾隆心中就擁過一陣悲良感 他無法判斷自己是否真的老了 唯有心愛的和身 還能替朕分憂解難 連自己都搞不明白 為什麽有些大臣就是眼裏侵不得沙子 不能容忍像和身那樣的大臣呢 朕也知道和身平日言語多有話眾取寵 討餓歡心 但這樣又有什麽不好呢 自古以來 無死戰民死間 這亦太過慘烈了 好似和身那樣辦事干年 又頗原屬的個性色彩 不是亦都幾是得朕的信任嗎 乾隆皇帝望著幾位大臣就說 朕想出去走一走 幾位大臣相互對視一眼 還是阿貴躬身就道說 萬歲爺不必太操勞過渡 神保陣一人赴台 怎知乾隆擺擺手 不必說了 台灣的事暫且放一放 先指一指黃任二人 嚴整軍紀 你是首席軍紀大臣 朕在柴大紀的奏捷中所批的御士 照此辦你 皇帝跟著他們一行 去了哪裏呢 去了香山 香山就是金、元、明歷代皇帝的行功 早以美麗清秀的景致 養年二人的氣候就文明下矣 這裡的名姓有很多 什麼香奴峰啊、永安寺啊 古老的燕京八景之一的西山情雪 都在這裡 乾隆一行到達香山行功的東宮門那時候 站在廊下向西望過去 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的山林風光 和大內回言不同 香山行功的總管太監 早就預備好了御茶御點 和皇上休息的地方 這一陣他們一邊口稱 老財接家來遲 皇上書聚 一邊便便便便 各位 那到底皇帝在香山這裡 又講了什麼說話呢 若之後是如何 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